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深度节目 在最近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中 明尼苏达州州长Tim Walls与俄亥俄州参议员J.D. Vance的对决 可谓是一场引人注目的盛事 Vance成功颠覆了外界对他的负面评价 展现出敏锐的政策见解和亲和力 而Wance则似乎未能有效反击 尤其在面对有关过去虚假陈述的质疑时 表现显得不够坚定 辩论中Vance不断追问Kamala Harris在白宫的表现 让观众质疑民主党的政策时效 同时 虽然两位候选人之间展现了一丝共识 但根本的政策愿景却存在着显著的分歧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这场辩论的结果对选民的决策至关重要 Vance的表现无疑为他赢得了更多支持者 此外 亚洲企业在面对欧盟新可持续性规则时 亦将面临重大挑战和机遇 随着企业可持续性报告指令的实施 许多企业必须适应更高的披露要求 这不仅是一次考验 也是提升竞争力的良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尼苏达州州长Tim Walls 与俄亥俄州参议员J.D. Vance的辩论 可谓高潮迭起 过去几周 Walls的团队极力淡化这场辩论的重要性 现在原因已经显而易见 虽然Walls的表现并非一无是处 但在Vance的锋利攻势面前 他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对于那些一直质疑Vance资格的特朗普支持者来说 星期二晚上的辩论无疑让他们安心不少 Vance表现得灵敏 吸引人 且政策透彻 并成功颠覆了媒体对他的负面评价 Fox News报道称 他展示了同情心 尊重和亲和力 这与平日媒体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 Vance的准备工作相当充分 进行了数十次新闻采访 经受了考验 而Walls自成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以来 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不受脚本限制的媒体接触 因此 Walls在辩论中难以深入探讨政策 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几乎两小时的辩论中 Walls多次提到 他在明尼苏达州推行的成功政策 比如带薪家庭假 然而 他本应该更聚焦于为副总统 Kamala Harris辩护 Vance在辩论中不断提出一个关键问题 Harris在白宫已经三年半了 为何他没有推进他现在声称能解决国家问题的政策 在与特朗普和Harris之间的 ABC总统辩论类似 CBS新闻的主持人 明显偏向民主党候选人 主持人Margaret Brennan 和Nora O'Donnell的语气让人感到急切 试图引导这场辩论 集中于民主党的优先事项 比如气候变化和堕胎 而避开对Vance有利的话题 如犯罪 当O'Donnell提到特朗普 曾趁气候变化为骗局时 还无端声称压倒性的共识 是气候正在变化 这成为了对Vance的一大挑战 尤其令人甘大的是 当谈及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期间 Waltz虚假声称自己在香港的事件时 Waltz开始了一段让人困惑的话语 谈论他在中国旅行的经历 当再次被问及为何不诚实时 Waltz显得惊讶和措手不及 事实上 他这次又被揭穿了谎言 尤其是关于他的军事阶级的虚假陈述 对他来说极为不利 Vance则保持冷静 成功为自己的搭档辩护 当主持人和Waltz嘲笑特朗普 在总统辩论中声称 他拥有健康保健计划的概念时 Vance指出特朗普并非没有计划 而是有一个成功的记录 整个晚上 他多次提醒观众 在特朗普任内 通胀率低 边界封闭 世界和平 关于伊朗核协议的问题 Brennan推动Vance解释 为何特朗普放弃该协议 从而加剧了伊朗的核武器努力 Vance反驳指出 过去三年半以来 Harris和拜登一直在掌权 而他们不执行特朗普的制裁 反而帮助重建了伊朗的战争能力 增加了穆拉赫的收入 1000亿美元 随着伊朗刚刚用180枚导弹 袭击以色列 Vance提到的里根 特朗普的和平 通过力量的理念 深深引起了共鸣 当Waltz重负 Harris对改善中产阶级 家庭生活的承诺时 Vance提醒观众 特朗普任内实际收入上升 通胀低 而在Harris任内 从食品到住房的价格上涨 超过20% Waltz声称 经济学家支持Harris的计划 而非特朗普的时 Vance回应说 特朗普的团队 或许没有博士学位 但拥有常识 此外 关于进口商品 征收关税的问题 Waltz指责特朗普 称此举将成为 美国人的新税收 然而 Vance巧妙地祝贺拜登总统 保持了前总统 对中国的关税 化解了这一问题 在边界问题上 Vance明显占据优势 他指出 Harris三年来 一直在吹嘘撤销 特朗普所施加的 所有限制 当Brandon挑战Vance 询问特朗普 如何在执行驱逐时 处理家庭分离问题 Vance提到一份 令人震惊的报告 指出 国土安全部 已失去超过32万名 非法越境儿童的踪迹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情况 正是Harris的 开放边界政策导致的 辩论在堕胎问题上 变得格外激烈 Vance批评 Waltz签署的 明尼苏达州法律 该法律不要求医生 对存活的晚期堕胎婴儿 进行必要的护理 Waltz对此表示异议 但Vance的指控是正确的 Waltz则指责Vance 早前支持15州的全国堕胎禁令 Vance解释说 他认同特朗普的观点 及各州现在 应负责制定相关法规 辩论不仅展示了 两位候选人 在重要议题上的分歧 还让选民看到了 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共识 正如The Globe and Mail所指出 这场辩论暂时降低了 美国选民之间的紧张气氛 虽然激烈的辩论 凸显出两位候选人的 根本愿景存在深刻分歧 但他们在边界问题的严重性 儿童保育的潜在解决方案 以及枪支暴力的心碎上 找到了一些共识 在六大要点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 对选举否认问题的回答 当被问及特朗普 在2020年选举中 是否失利时 Vance回答道 我专注于未来 此回答被Walls批评 为令人震惊的非回答 民主党人认为 特朗普对2020年 选举结果的拒绝接受 对美国民主构成了严重威胁 相对的 Vance认为 更大的威胁在于审查制度 指出科技公司正在沉默公民 政府压制错误信息 则是对基本权力的侵犯 两人在堕胎问题上 保持相对温和的立场 范斯承认 我的政党在这个问题上 必须做得更好 因为美国人民对我们不信任 他提议采取全方位支持家庭的方法 减轻母亲的负担 让他们能够负担孩子和家庭的住房 范斯试图为特朗普辩护 说特朗普的智慧 比学者和专家更值得尊重 他认为 特朗普有勇气对抗共识 主张将美国制造业带回国内 值得注意的是 辩论让选民看到了两位候选人 在某些问题上的共识 这在当前的美国政治舞台上实属罕见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这些讨论将成为选民做出决策的重要参考 在辩论的另一端 亚洲企业则面临着欧盟新推出的 可持续性规则的挑战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称 这些新规要求企业 必须适应欧盟的可持续性规范 同时也应该把握这个机会 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根据PUV Runland的报告 中国制造商在环境和社会表现指标上 面临更高的披露要求 因为欧盟是中国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 这项名为企业可持续性报告指令 CSRD的新规定 要求大型非欧盟公司 在2024年之前遵守新的披露要求 较小的企业 则面临更晚的截止日期 根据收入水平 许多非欧盟上市的外国公司 必须从2028年开始遵守这些规定 PUV Runland的高级技术经理 Ryan Fu表示 无论是拥有海外市场的欧盟公司 还是拥有欧盟业务单位的外国公司 都将受到这项指令的影响 这些新的可持续性规则 旨在要求企业向投资者披露其探足迹 这是欧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目标是在2030年前将排放量减少55% 并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根据德勤亚太区可持续性负责人 Will Simmons的说法 这项指令要求企业 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识别 评估和披露 与可持续性相关的指标 及其财务影响 然而 许多亚洲企业仍未做好准备 这使得他们的声誉面临风险 Simmons指出 那些清楚了解可持续性表现 与其价值创造关键驱动因素之间联系的公司 最有可能利用通过遵守 CSRD所获得的新数据来建立竞争优势 虽然只有相对少数的亚洲出口商 将面临直接的CSRD报告义务 但更大的一部分企业将感受到第二级影响 因为他们需要向承担此类义务的客户提供数据 根据中国大陆今年宣布的新规定 超过400家上市的大型企业 必须从2026年开始发布 涵盖其排放和减碳计划的可持续性报告 而香港的上市规则 则要求恒生综合大盘指数的113家成员公司 在2026年前遵守 PUV的副表示 香港上市公司将面临额外的披露负担 必须说明报告的可持续性指标 和数据收集方法背后的假设 这一系列的变化不仅是对企业的挑战 更是一次机会 让企业在全球市场中重新定位自己 提升可持续性表现 最终赢得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任 这场辩论和亚洲企业所面临的挑战 虽然在不同的领域 但都展现了在当前全球政治和经济环境中的重要性 无论是政策辩论还是可持续性规则 都将对未来的决策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最近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中 明尼苏达州州长Tim Walls 和俄亥俄州参议员J.D. Vance 展开激烈交锋 这场辩论不仅展示了两位候选人的政策立场 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次辩论的主要收获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Vance的表现卓越 J.D. Vance在辩论中的表现超越了许多人的预期 他展现出敏锐的思维 对政策的深刻理解 以及强烈的同情心 成功地颠覆了媒体对他以往的负面评价 相比之下 Tim Walls则表现得较为平庸 未能有效突破既有的谈话要点 二、政策讨论的深入 Vance在辩论中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为什么Harris在白宫三年半的时间里 没有推进他所声称能解决国家问题的政策 这一质疑不仅针对Walls 也间接地质疑了Harris的施政能力 此外 Vance多次提及 在特朗普任内通胀率低 边界封闭 及世界和平等成就 并指出Harris和拜登 未能有效延续这些政策 三、主持人和媒体偏向性 辩论中主持人Margaret Brennan和Naira O'Donnell的提问 被认为偏向民主党 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和堕胎等议题上 而对于一些有利于Vance的话题 如犯罪问题则较少涉及 这种偏向性让部分观众感到不满 但也让辩论更具争议性和话题性 四、Walls的信任问题 在辩论中 Walls被问及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期间 虚假声称自己在香港的问题 这让他显得措手不及 甚至在回答中出现了失误 此外 Walls还因多次 对自己过去的军事经历 做出虚假陈述 而失去了一些信任 五、政策的对比 Vance和Walls在多个政策议题上 进行了深入讨论 特别是在边界政策 经济管理 和国家安全等方面 Vance对Harris的开放边界政策 提出了严厉批评 并指出国土安全部 已经失去了超过32万名 非法越境儿童的踪迹 这是Harris的政策导致的结果 六、堕胎问题上的对立 堕胎问题是辩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Vance批评Walls签署的 明尼苏达州法律 没有要求医生对存活的晚期堕胎婴儿 进行必要的护理 这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Walls则指责Vance 支持全国性的堕胎限制 但Vance强调 这一问题应由各州自行决定 总的来说 这场辩论 让选民更清楚地了解了 两位候选人的政策立场 和个人特质 J.D. Vance的卓越表现 为他赢得了更多支持者 而Tim Walls 则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失误 影响了他的形象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这场辩论的影响力 可能会在选民的决策中 发挥重要作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最近的副总统辩论 Vance完全压倒了Walls 这可是个大新闻啊 Vance那叫一个敏锐 政策精明 甚至颠覆了媒体 对他的负面评价 Walls简直就是在Vance面前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连他之前那段 香港的虚假声称 都被揭穿了 简直尴尬到家 哦 楚天书 你倒是说得挺热闹 Vance表现得像一个 被灌了鸡血的辩论机器 但这和实际政策 有什么关系 他那种 我专注于未来的回答 纯粹是逃避现实 还有 他为什么 总是提到特朗普 这不是副总统辩论吗 难道他自己 没有任何具有 独立见解的政策 谢琪琪 别光挑刺啊 Vance可是提出了 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比方说 Harris在白宫三年半了 为什摩他现在 声称能解决的问题 之前都没解决 而且 你不能否认 Vance在边界问题 和经济方面的表现 可是让人眼前一亮哦 还有那个令人震惊的报告 国土安全部 已经失去了 超过32万名 非法越境儿童的踪迹 这可是 Tarris的开放边界政策的后果呀 行了行了 他那个边界问题的说法 根本是吓唬人 你是说 Harris的政策 让32万孩子失踪了 这听起来像是 一部廉价的 恐怖电影的剧情 而且 Vance一直在为特朗普辩护 提到他在任内的优秀记录 但事实是 很多所谓的成就都是短期效应 长期看来 问题依然存在 再说了 Walls在辩论中也找到了不少共识 这才是我们需要的 不是吗 谢琪琪 难道你不觉得 Walls那段1989年的 中国之行的谎言 简直就是自掘坟墓吗 连这么个基本事实都搞不清楚 他还谈什么政策 还有 你说的共识 说白了 不就是些空话吗 而且 Vance提出的经济政策 很有实际操作性 像减少进口商品关税 这是给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而不是像Walls那样 只会打嘴炮 楚天书 请别再吹捧 Vance了 Walls的确在1989年的事情上出错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就没有其他好的政策 再说了 谁没有犯过错 而Vance那一套 回到过去的经济政策 真的是现代社会需要的吗 他那种怀旧的思维 根本解决不了当下的问题 Walls 至少在推广带新家庭价的政策上 真的是为人民考虑 而不是只会空谈的政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这次的副总统辩论 犹如一场激烈的政坛篮球赛 明尼苏达州州长Tim Walls 和俄亥俄州参议员J.D.Vance 两位选手你来我往 各自发挥 全场充满紧张的气氛 但最终 Vance显然以敏锐的政策理解 和灵活的辩论技巧胜出 让特朗普支持者心中那颗惶恐的心 稍微平静了些 说到Tim Walls 他那天的表现 可谓是差强人意 他多次提到自己在明尼苏达州 推行的成功计划 如带新家庭甲 但却在辩论中无法深入政策探讨 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Walls还有个难以解释的失误 那就是他在1989年 天安门事件期间自称在香港的谎言被揭穿 这种尴尬的情况 让他在观众面前失去了不少分数 相比之下 Vance表现得如鱼得水 他不仅巧妙地应对了主持人的挑战 还在政策讨论中表现得非常有条理 例如在边界问题上 他批评Harris三年来不作为 并用一份惊人的报告指出 国土安全部已经失去了超过32万名 非法越境儿童的踪击 这让观众感受到边界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这场辩论的主持人明显偏向民主党 问题多集中在气候变化和堕胎等民主党的优先事项上 这给Walls提供了一些喘息的空间 然而 当主持人挑战Vance解释特朗普的伊朗政策时 Vance迅速反击 指出Harris和拜登政府在过去三年办理的政策缺陷 这一来一回的辩论 让Vance在观众心中建立了自己的政策形象 堕胎问题一如既往地成为辩论的焦点之一 Vance批评Walls签署的明尼苏达州法律 该法律不要求对存活的晚期堕胎婴儿进行必要的护理 Walls试图反驳 但Vance的观点似乎更加有利 他还强调各州在堕胎的立法上应有更多自主权 这与特朗普的观点一致 得到了一部分选民的认同 这场辩论结束后 Vance无疑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 尤其是在那些对Harris和Walls了解不多的选民中 这场辩论让选民看到了两位候选人在政策上的深刻分歧 同时也展示了一些罕见的共识 例如 两人在边界问题 儿童保育和枪支暴力等话题上达成了一些共识 这对紧张的美国政坛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总的来说 Vance的表现让他在这场辩论中脱颖而出 这场辩论也提醒选民 副总统候选人的表现和政策理解同样重要 尤其是在总统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时候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次辩论都将成为选民做出决策的重要参考 选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信息来评估Walls和Vance的能力和政策 这对于即将到来的选举至关重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